大家好我是财马小庆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借名买房的事 先给大家看一个案例 说王先生一共有四个子女 干了一辈子的工人了 乘租着单位的工房 随着年龄变大 王先生想要把房子买下来 而他的其他子女因为手头没钱 只能由小女儿单独出资购买 因为政策的原因 这套房子只能登记在父亲的名下 房子就这样买过来了 后来王先生想把房子过户给小女儿 但是因为是工房 当时还不能上市交易 所以王先生就立下了遗嘱 说这套房子由小女儿独自一个人继承 但是父亲过世之后 随着政策的改变 房子允许上市了 小女儿想正式办理过户 但是他的这些哥哥姐姐们 却提出了异议 说既然是父亲的房子 那就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母亲当时并没有同意把房子给小女儿 怎么能够直接给小女儿呢 因为这个事一家人就开始扯皮了 最终闹到了法院 法院的判决结果 虽然是这套房子一直登记在父亲王先生的名下 但是购房合同 完税凭证 都是由小女儿持有的 而且房子买过来之后 也是由小女儿实际占有使用和支配的 因此小女儿就与她这个父亲形成了 借名买房的法律关系 既然借名成立 这个房屋就不属于这个父亲 更谈不上是他与老伴的夫妻共有财产 因此借名买房的约定 也不需要他母亲的同意 其次虽然这个父亲有公正遗住 但不应该按照继承来处理 因为这个房产实际上就是这个小女儿的财产 其实这个事在我看来 之所以闹到法院是因为家人之间碍于情面 没有签这个借名买房的书面协议 按道理 借名买房是要有一个书面协议的 所以有想借名买房的 尤其是借非家人的名买房的 更需要签这样的一个书面协议 除了签协议 还要查对方的资产情况 看看有没有负债 避免给自己带来一些债务上的纠纷 另外在购房的时候 购房款一定要走银行转账 这样能留下凭证 购房合同 贷款合同 这些都要保存好 购房合同 购房全 正确认